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雷 今天想要和你们聊一聊日本的绘本 那日本呢,其实不管是绘本还是其他的参考书籍啊,杂志啊什么的呢 其实卖的呢,比较贵 当然了,它的纸张呢,也是相当不错的 只是呢,总体价格呢,真的是偏贵 如果说想要大量的去购买一些参考书啊,或者说是绘本读物等等呢 还是需要花一大笔钱 那今天呢,就想和你们分享一下 我在日本呢,是如何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购买宝宝的一个绘本的 那如果感兴趣的话,请继续收看吧 那第一类的购买手段呢,就是一般的正价购买 那正价购买呢,其实也有很多方法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在正规的一般的书店去购买 那这里呢,它的种类比较多 不管是国外有名的绘本,还是日本国内的一些绘本呢 种类非常丰富 而且呢,你去到一些大型的书店呢 你想要买的,一般都能够在一个书店搞定 那我呢,有给宝宝买过就是一般这种样子的 像这种一般的正规书店买的呢 它就是比较厚,然后呢,纸张也比较硬 那页数呢,也比较多 但是呢,价格呢,其实也是偏贵的 那像我这本一般的就是这样一个大小 然后呢,厚度就是这样,差不多这点 然后它的价格呢,就是差不多 要加税之后呢,就要1000日元左右 其实呢,对于这么小的一本书呢 就是买一两本的话还好 你买的多的话呢,就会觉得好像其实价格呢,还是有点贵的 那第二种呢,就是一般正规购买的呢 我可以去日本的百元店 之前呢,我在日本的百元店 DAISO购物分享当中呢,也有分享过 百元店呢,也有非常实用,非常好的一个绘本 那这里呢,就介绍了就是 有这两本,那百元店买的呢,就是尺寸呢 就会偏小一点,而且页数呢,会薄一点 因为毕竟价格板子呢,它只要100日元加税嘛 所以说呢,刚开始给 就是小月脸的宝宝看一看图片啊 或者说让他,嗯,就是 食一食,就是水果啊,蔬菜等等呢 我觉得百元店的东西呢,也是非常好用的 但是如果说牵涉到一些 嗯,就是脑的一些发育啊 更加就是说需要一些知识性的呢 嗯,就是可能需要去到一些正规的书店 买一些比较厚的一些 内容比较丰富的一些东西了 这个呢,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选择 那第三个呢,正规购买的就是 你可以在网上购买 那网上购买呢,嗯,就是有各个店铺啊 还有就是,你想要购买国外的呢 你可以去亚马逊的店 嗯,它的就是美国的,英国的这些 汇本的会比较多 当然那价格呢,也就是会参差不起 需要你去搜索一下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国内的 就最喜欢用的就是淘宝了 那淘宝呢,就是有个关键就是 你需要进行一个托运 那托运呢,还要找中间商 这个呢,需要就是有一些经验和 就是你自己的实际操作 那我自己呢,就是在淘宝这方面呢 还没有去实行过 那第二类购买汇本的渠道呢 其实它是免费的 那就是去图书馆借阅 那去图书馆借阅呢 嗯,优点呢,就是说是不需要花钱的 而且呢,随时随地可以去 只要是图书馆开着就可以了 但是呢,嗯,对我来说 可能是一个小小的缺点嘛 因为图书馆它种类太多了 你不知道你想要读哪本绘本 它顶多就是可能会分月龄 就是0到1岁的 或者1到2岁的等等 但是呢,0到1岁里边呢 还有很多很多 所以说呢,除非你就是 在网上查好 就是说需要找这本绘本的名字 然后呢,去找这样的话呢 来得比较方便一点 像我就第一次带宝宝去看绘本的时候呢 真的不知道在里边 找什么样的绘本给宝宝 虽然都是好的,对宝宝有帮助 但是呢,就是没有目的性 你选择呢,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建议就是说 大家就是有目的性的 就是想去找自己 想要靠那一个绘本的名字 这样的话呢,来得比较方便 也更加节省时间 那第三类购买绘本的渠道呢 可以说半送半买吧 它就是麦当劳 你买它的儿童餐呢 它会有绘本 大家都知道 国内我好像不是特别清楚 就是买儿童餐餐 只有送玩具 至于送绘本有没有 我现在不是特别 但是日本呢 它就是可能就是 做有新一期的一个儿童套餐 它可能有送绘本 或者是玩具 你就自己选嘛 那我一般呢 虽然也会买很多次嘛 但是首先呢 因为绘本是最有人气的 一般绘本呢 你不早一点买呢 很快就会被 就是买光的 剩下的玩具呢 比较多 所以说每次出新的话呢 我都会先买绘本 那这里呢 就是我也急了很多 反正每次出新的嘛 我都会买 就像类似于这种 它比较薄 里边呢 它一般性就是说 文字比较多吧 就是像这样子的 像讲故事一样的吧 它也没有规定年龄吧 反正就是 就是一两岁的宝宝 你就可以给它读了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的 在大一点三四岁呢 也可以读 因为它里边文字比较多 就像讲故事一样的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那我现在买着 就像背着 等以后宝宝再长大一点 给它讲故事呢 也是不错的 那它就是 你买一套儿童套餐 它就会送你一本 而且它每期会不一样 那我觉得这个 收集 然后以后给宝宝讲 也是不错的 我觉得 那所以等于 半送半买的一个感觉 那第四类的渠道呢 就是通过二手购买 二手购买呢 也有很多的方法 那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去二手的书店专门的 那日本呢 比较有名的二手书店呢 就是Book Off 那它里边呢 不光是有卖二手书 而且呢 你可以把书呢 卖给它 就是你不要的书 可以卖给它 当然就是 它可能会有选择 不是所有的书都收的 而且呢 价格呢 可能比较低 但是对于我们这种 需要去购买 二手书的人来说 相当划算 杂志啊 参考书 就各类书都有绘本呢 也有 你可以去慢慢的挑选 那第二类呢 就是你可以去一些 二手的书摊 它就是 这个需要喷运气 或者说是 你了解这个区域 它可能在哪块地方 会摆一个二手书摊 而且呢 它是不固定的 不是一直摆摊 可能是每周星期几啊 或者说每个月的星期 第几个星期星期几啊 它会摆在那 这个需要你 可以网上去搜一下 或者说是 打听一下 或者说是 你可能正好路过呢 看到 你可以去逃一逃 那第三个呢 就是通过网上的 一个二手购买 我之前呢 在介绍 就是我们的 不要的衣服 如何处理当中呢 有介绍过一个 日本的二手网站 是相当有人气的 当然有很多很多 这个呢 可能用的人比较多 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那上面呢 不管是买衣服啊 就是还有包啊 反正各种各样的东西 只要你想得到的 都有卖 那当然绘本呢 也有买 就是二手的书 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网上去搜索 会以相当价格 就是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而且呢 你可以跟就是买家 进行一个讨价还价嘛 就是你想让它便宜一点啊 就是 就是自由性比较大一点 这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那还有个呢 和之前的二手书 它有点类似 它就是我们所说的 跳蚤市场 那它可能在某一个 固定的区域 在每年的几月几号呢 它会有一个 就是跳蚤市场的 一个活动嘛 那它呢 就是大家都可以去摆摊 都会有玩具啊 有衣服啊 各种各样什么东西都有卖 那绘本呢 有时候也会有 我上次去的一个 跳蚤市场 它其实会有买绘本 还有卖小孩子的玩具 而且你可以跟那个买家 就是讨价还价嘛 因为毕竟都是个人的嘛 也没有什么固定价格 所以说呢 你可以跟他 就多买一点 你可以跟他商量一下价格 这样的话呢 也可以讨到很多好货啊 那还有个呢 就是有点像批发市场一样的 批发价 这个呢 具体的不是特别 但是我有一次碰到是在 大家都知道 日本的医用 那个大型的超市 广场里边 它里边呢 就不光有它的超市 还会有卖其他的产品 卖其他衣服的地方 然后它可能会在 一块空地上面 就是摆一个 就是批发书架的一个 批发书的一个地方 那那你可以去逃货 它就是那边的书呢 不是二手书 就不是用过 是完全新的 可能就是因为 卖不掉了 或者商家就是以特价出卖了 所以说它都是一些 新的书 没有用过的 但只是通过一个批发价卖 也价格也是非常便宜的 就可能正价 然后呢 是批发价 然后再是二手书的价格 它可能处在中间的一个价格 而且那边还有买一些 就是小孩子一些参考书 就比如说我们学前教育 两岁开始三岁开始的 我们什么七田式啊 还有那个哭梦啊 就这种一些教育的这种 练习的就是小册子 也是有买的 那绘本呢 也是相当多的 还有一些会发声音的 唱歌的一些小绘本呢 就是种类非常丰富 而且价格呢 相当实惠 我觉得这个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买绘本的一个方法 那当然这个也是要 碰运气 或者说是碰时机 并不是所有的 一直都有的 需要大家去 就是说网上查一下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以上的就是 我在日本购买绘本 各种渠道的分享啦 希望对视频节目 你们有所帮助和参考 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内容 记得给我点个赞啊 那我的视频呢 会继续分享 更多我在日本的 所见所闻啊 还有我的育儿小经验 小常识啊 还有呢 偶尔会有穿搭分享 毫无分享等等 那如果喜欢我的风格 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啊 好 最后祝你们身体健康 每天好心情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